還蠻過節的喔 因為上個月來 40歲 對 40歲要做啦 本來是想說今天是來 想說是不是說在七次排染要看看 不建議 因為你40歲懷孕之後有80%會流產 不建議 如果說你要一次懷孕就到底 雙胞胎一次完成 試管應該比較實際 對 像昨天有一個 夫妻都45歲 來驗先生的精子 現在先生精子爸爸已經不能夠受暈了 我說你 畫錯重點 重點是太太45歲 你44歲都快要戒卵子了 44歲 如果你今天45歲 我第一計畫就是你要不要戒卵 44歲以後有卵子也是假的 這就為什麼林志玲現在還在努力 因為她有卵子 但是她的卵子不能反應 為什麼 她的卵身體幾乎都不正常 所以你還有剩下五年 你現在還在那裡 你如果走到林志玲那個階段 你就 她39歲動暖 她用的是39歲還是貢姑 她39歲動了九顆卵子 在台大醫院 就全部染色裡不正常 她不是沒有準備 她39歲就準備 可是40歲結婚 卵子不能用 所以年紀是我們這一行最在乎的 我別多介紹我過來 就是談過一點梅雨 就貢姑租 是我親哥哥 她租我的房子 對很久了 十幾年了 對我們房子蓋好像她家租了 我們去後面用過她第一個用了 她用新房子 是 很適合 我就進去看一次 我就進去看了一次 是面積有點小 但是那個外面是我太太設計的是英國鴻葛的 她很適合做分析的 她做得很好 她做得很好 好 那這樣子我就請 要做啦 40歲 不做 好 是不理智的決定 對 好 那我就請小姐跟你分析費用 就盡量開始做 那就9月15號 隨便要鎖書 才是我這邊需要怎麼用 你要檢查精子 對對對 等一下會抽你的血 驗你的健康 四個 艾滋梅毒血型RQ 我們台灣人不會艾滋梅毒 驗出來有的都是大陸或越南人 我驗過大陸梅毒的 我驗過越南空江蟲的 我驗過越南梅毒的 就是我們的公共衛生條件比較好 那大陸 東南亞比較 像他們那種就沒辦法懷孕 空江蟲那個意外案 我光江蟲轉去中國 結果他先把胚帶動起來 然後現在再跟癌症拼斗 那我還有乳癌第二期 治療好之後來這裡雙胞胎龍蟲胎 44歲 姓張的 我這裡有做過兩個乳 一個角狀腺 一個淋巴癌 所以即便是癌症也是可以壞 對 好 那就 爽快決定 爽快做 下課讓你當媽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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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